欢迎来到我们的今天大新闻节目 今天我们有几个重磅新闻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次升级 伊朗、叙利亚和伊拉克几处重要地点 传出爆炸声背后的原因和影响令人关注 接着我们转向体育领域 香港的体操王子石韦雄 在多哈战世界杯中的表现 让他有望再次冲击奥运 我们将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最后美国和英国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 这次制裁的目标是无人机和导弹制造商 伊朗外长在纽约的行动也受到限制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中东地区 战争的阴影再次笼罩在伊朗、叙利亚、伊拉克等国之上 据东方日报报道 伊朗中部的伊斯法罕、叙利亚南部的苏维达省、巴格达地区 以及伊拉克的巴比伦省 在一夜之间传出了连串爆炸声 令这个本已充满紧张的区域在天一抹不安的色彩 这些爆炸声的来源和具体影响尚未明确 但他们无疑是这个地区长期冲突的又一次表现 联合新闻网进一步报道 这些爆炸声的背后 可能与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紧张关系有关 特别是伊斯法罕 这里不仅是伊朗的中心地带 更是其核设施所在地自然成为了外界猜测的焦点 叙利亚的爆炸则被指向了军队所在地 增加了局势的复杂性 在这种背景下 伊朗伊斯兰级命卫队的核设施安全分队指挥官 哈克塔拉布发出警告 表示如果伊朗的核设施遭到以色列的袭击 伊朗将立即进行反击 然而 当我们从这些政治和军事的冲突中稍稍抽身 转而关注战争给普通人带来的影响时 我们会发现更加悲痛的一面 自由时报报道了一个令人心碎的故事 在加萨走廊的南部城市汉尤尼斯 一名巴勒斯坦妇女马迈尔 在医院中紧抱着她五岁侄女萨利的遗体痛哭 萨利和她的母亲姐姐一同在以色列的空袭中丧生 这一幕被摄影师沙列姆捕捉下来 而这张照片后来获得了荷兰 世界新闻摄影奖 这不仅是对摄影师工作的认可 更是对战争残酷现实的揭露 沙列姆希望通过这张照片 让全世界更多地意识到战争对人类 尤其是对孩子们的冲击 这些报道从不同的角度 展示了中东地区当前的局势和其带来的影响 无论是国与国之间的军事冲突 还是战争给普通人生活带来的破坏 都是我们不能忽视的问题 他们提醒我们 和平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任何冲突和战争 而对于那些在战火中失去亲人的人来说 和平的价值更是无法用言语来衡量 希望这些报道能够唤起更多人对和平的渴望 共同努力为实现世界和平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体育和国际政治的世界里 故事总是交织在一起 展现出人类努力冲突与和平的多面性 从体操赛场的辉煌到国际政治的紧张局势 每个故事都揭示了背后的人性和追求 香港体操王子石伟雄 在体操世界杯多哈战的比赛中 虽然以第十名的成绩未能杀入决赛 但这并没有阻止他向巴黎奥运会的梦想迈进 石伟雄的努力和坚持 让他在面对抢手如临的竞争中仍然保持希望 他在巴库战和开罗战的出色表现 为他累积了宝贵的奥运积分 使他有望在总积分排名中超越主要对手 获得奥运入场券 这不仅是对石伟雄个人才华的认可 也是对香港体操运动发展的一大鼓励 而在国际政治的舞台上 美国和英国对伊朗实施了新一轮制裁 针对的是伊朗的无人机和弹道导弹制造商 目的是为了削弱伊朗的军事力量 这一决定是对伊朗上周向以色列 发动大规模袭击的回应 同时伊朗外长阿卜杜拉西洋在纽约出席联合国会议时 遭到美方实施额外的旅行限制措施 这一事件凸显了国际间的紧张关系 伊朗在联合国安理会上的发言 警告以色列不要进行任何军事冒险主义 展现了伊朗在国际舞台上的强硬立场 伊朗外长的言论 反映了伊朗与以色列之间长期的紧张关系 和复杂的地缘政治局势 与此同时 国际社会对伊朗的制裁和警告 试图通过外交和经济手段遏制伊朗的军事扩张 保持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在这个故事中 无论是在体操赛场上追求梦想的史伟雄 还是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决力的国家们 都展现了人类对于胜利和平与正义的不懈追求 史伟雄的故事激励我们 无论面对多大的挑战 都不应放弃追求梦想 而国际政治的故事则提醒我们 和平与稳定是多么脆弱 需要各国共同努力和智慧来维护 这些故事 无论是体育界的辉煌还是国际政治的纷争 都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 反映了我们共同的挑战和希望 通过这些故事 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世界 以及我们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在一个紧张加剧的国际背景下 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 似乎正在达到一个新的废点 伊朗在联合国向以色列发出了严厉的警告 强调 如果以色列采取任何军事行动侵犯其主权 伊朗将毫不犹豫地 做出果断和恰当的回应 这一言论由伊朗外交部长侯赛因 阿卜杜拉西洋发表 并被美国之音中文网报道 伊朗的这一警告 是对以色列此前警告的回应 以色列已经表明 将对伊朗4月13日的导弹 和无人机袭击进行报复 这次袭击 是伊朗对其驻大马士革使馆 遭到袭击的报复行动 伊朗指责以色列是幕后黑手 美国在联合国的代表罗伯特·伍德指出 国际社会必须团结起来 谴责伊朗的鲁莽行为 这些行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 构成直接威胁 与此同时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 旨在削弱和打破伊朗的恶意活动 包括其无人航空载具项目 这些制裁针对参与 提供无人机的个人和实体 以及向伊朗最大钢铁生产商之一 提供部件的公司 在这个背景下 近50个国家发表声明 谴责伊朗对以色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呼吁地区各方共同努力 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 以色列总理本雅明 内塔尼亚胡强调 以色列将自己决定 如何回应伊朗的袭击 尽管西方国家呼吁保持克制 以避免全面的中东战争 伊朗方面也发出了针对以色列的警告 伊朗革命卫队高级指挥官哈克塔拉布表示 伊朗已做好准备 防范以色列攻击其核设施 并且如果以防攻击伊朗和设施 伊朗将攻击以色列的核设施 此外 伊朗警告可能重新审视其核姿态 如果其核设施受到威胁 在这场博弈中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 古特雷斯呼吁所有各方保持克制 指出中东处在一个极度危险的时刻 他强调 现在是终止血腥报复循环的时候了 国际社会必须共同努力 防止任何可能将中东推下悬崖的行为 这场冲突不仅涉及伊朗和以色列 还牵扯到更广泛的国际社会 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 和塞浦·伯雷利表示 以色列对伊朗袭击的回应应当克制 强调不能升级冲突 他警告 中东已经濒临 爆发一场地区战争 其冲击波将震动世界其他地区 在这个关键时刻 国际社会的目光 仅仅聚焦在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局势上 期待双方能够找到和平解决争端的途径 避免进一步的冲突和人员伤亡 在最近的国际舞台上 美国和英国对伊朗的新一轮制裁 引起了广泛关注 据《东方日报》报道 这些制裁是对伊朗上周五 对以色列发动袭击的回应 美国财政部宣布了 对伊朗16名个人和两个实体的制裁 指控他们为伊朗政府提供无人机引擎 这些无人机被用于袭击以色列 同时 英国也针对涉及伊朗无人机 和弹道导弹产业的几个军事组织 个人和实体实施了制裁 伊朗外长阿卜杜拉西洋 身处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会议期间 也受到了额外的出行限制措施 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帕特尔表示 阿卜杜拉西洋的活动范围 被限制在联合国总部附近的特定区域内 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报道中 我们看到了 伊朗对以色列发动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 标志着这两个国家长达数十年的对峙 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伊朗此次大规模侵袭 是对其驻大马士革领事馆 遭到袭击的报复 那次袭击造成一名伊朗高级将领 和其他六名军官丧生袭击被归咎于以色列 世界各国领导人迅速做出回应 近五十个国家谴责了这些攻击 然而中国的态度却与众不同 表示相信伊朗能够妥善处理局势 避免该地区陷入进一步的动荡 这一态度引起了以色列的失望 以色列驻中国大使馆副大使尤瓦尔·瓦克斯表示 他们原本希望得到更强烈的谴责 在这场冲突中 伊朗和以色列的立场愈发坚定 而国际社会的反应也各不相同 一方面美国和英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 另一方面中国则呼吁缓和地区局势升级 显示出在这场地区冲突中 各方的利益和立场错综复杂 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及其后果 不仅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也在网络上激起了热烈的讨论 一位网友以幽默的语气 描述了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关系 指出以色列军方发言人的言论 可能会让伊朗人睡不好觉 这段描述虽然带有讽刺 但也反映了普通人对这场冲突的关注和担忧 总的来说 美英对伊朗的新制裁 伊朗外长在纽约的行动限制 以及伊朗与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关系 都是当前国际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事件 这些事件不仅影响着中东地区的稳定与安全 也牵动着全球政治经济的神经 随着局势的进一步发展 国际社会对这些事件的关注和应对措施 将持续影响着地区乃至全球的和平与发展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谢谢